兄弟,人只要有钱了,才会有格局,才会大赌 你要相信这句话,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这句话不是啥鸡汤啊,是现实啊 Hello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意 吞过铁球,练过气,火车到上压过腿 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在最近的留言评论区里,我总是看到一个人 一秒妈妈,我看了一下,她粉丝量不高 但是播放量还挺厉害的啊 今天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简单的推算一下 她做短视频之后的收入 一秒妈妈今年31岁,东北姑娘嫁到了美丽的山东林椅 一位长相优美,身材交好的全职宝妈 她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他们一家的人的日常生活 她在西国视频有两个账号 一个是一秒妈妈的生活,一个是爱生活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爱生活这个账号 因为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比较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她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495条视频 拥有粉丝5.4万 简介里写到一个80后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 接下来大家再看一张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她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232万 然后我们拿232万除以10 大概就能得出她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23万左右 当然她每天总播放量肯定比这个要高 我们只是取一个平均值来计算 她的老粉丝应该知道 她在别的平台也在同步视频 所以说她的作品在西国视频 一万次播放的价格不会很高 但是最低也应该在30元左右 然后我们拿她单条视频23.2万的播放 乘以她万次播放单价的30元 大概就能得出她单条视频的收益 大概在690元左右 下面讲更新数量 相比较其他的短视频作者 这位姑娘更新还算稳定 每天更新一条 一个月大概更新3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696乘以30 就能得出她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2万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1万6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1万6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她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货存收入 大概是20万多一点 兄弟们在这里强调一下 一秒妈妈的视频 是从今年才真正火起来的 去年的数据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以上的所有数据 只是基于她目前账号的状态 推算出来的 可能不准确 估计以后也差不多 还有就是她的另一个账号 以及别的平台也会有收入 可能会比这个少一点 但是7788加在一起 一年搞个解释W 应该是没有问题 加油小姐姐 视频最后祝福一秒妈妈 与她的老公大郎恩恩爱爱 永远幸福 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短视频越来越好 争取早日粉丝破百万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 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她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下期视频